12月3号晚,韩国总统尹熙悦发表紧急谈话,称在野党裹挟国会,扰乱国家,将通过紧急戒严,尽快铲除反国家势力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认为,尹熙悦此举的主要背景是韩国政治极化严重,党派斗争走向激化。 面对围绕他本人及家人展开的政治斗争,尹熙悦想以一种极端快速的方式来处理危机。 尹熙悦正受到来自国会、在野党以及执政党内部的巨大压力。 近期,韩国朝野围绕下一年度预算案纷争不断,在野党推动针对总统夫人的系列立法、国会弹劾检察官等公职人员。 尹熙悦夫妇被曝涉嫌介入选举丑闻,这些都被外界视为尹熙悦此举的触发因素。 分析人士认为,尹熙悦试图铤而走险,通过紧急戒严来压制国会的反对派力量。 民众的不满情绪也是尹熙悦的危机感来源之一。 韩国民调机构11月初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,尹熙悦和执政党、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其创本届政府成立以来的新低。 王俊成认为,该事件将进一步计划韩国社会矛盾,打击在韩投资者信心。 他肯定会激化韩国社会的矛盾嘛,像医疗团体、医疗分争已经是僵化一段时间了。 那大家肯定接下来更反对一起,政治斗争、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肯定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嘛。 如果有什么信息,肯定好多人都不愿意再去韩国。 所以我觉得对韩国的社会,包括经济等方面的影响都是负面的。